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 股效指数上涨超过2% 美国呢是上涨0.11% 目前报价的是27211点 比特币呢 价格有所下跌 跌幅2% 目前呢是到达了9500美金附近 黄金价格呢 依旧在1425美金附近徘徊 那么澳元对美元呢 受明天美联储的一个预期影响 利率决议 那么目前的价格也是跌到0.69附近 澳洲呢 我们在做金融投资 往往是有两部分 一个是汇率方面 一个是这个股市方面 那么股市呢 澳洲在过去的94年到现在啊 大概是二十几年的时间 平均每年的涨幅大概是10%左右 那么我们看其中的哪一些股票 在过去表现是最不错的 我认为呢 今天单独拿出来一个CSL 前几天也是讲过了 那么从上市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每股啊 只有七毛多 大概是七毛八 七毛九左右 到现在呢 已经是220多澳币了 所以说我们在选公司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公司 本身的市场足够大 拥有足够的一个话题 或者是前景 供我们去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所以说呢 在中长期来讲 很多人讲股市现在的价格比较高 那我们回过头看一下08年到现在房市的价格 基本上上涨了30%到40% 但是股票价格呢 是刚刚创出历史新高 距离108年到30%的高点 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另外呢 对于人类社会长期的一个发展来讲的话 只要社会是稳定的 那么大家对于财富的追求就是稳步增长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 人类社会呢 印钱的这个数量就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在一个整体的社会里面 钱的数量 纸币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呢 国家是会隔几年或者是每年都在一定程度上的印钱 但是呢 这些钱印出来了就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 所以说聚集在一起呢 社会里面总体的财富或者是资产价格就会逐步上涨 那么体现主要就是在股票上面 另外呢 我们今天讲一个小故事 是可以跟明天啊 或者是后天早上凌晨4点钟的美联储利益决议稍有一些关系 那么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群劫匪去银行抢钱 那么劫匪的第一句话呢 就是说大家都不许动 钱是国家的 命是自己的 那么对于这个呢 就是概念转换 政府呢 降息降准 其实呢 或者是加上这个量化宽松 本质上呢 就是在和我们这个普通人去在金钱上有一个交换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之前啊 一块钱可以买一个馒头 但是在降息降准之后 半年之后 一年之后 我们可能只能买半块馒头了 所以说小时候我们经常怀念啊 在上学的时候 一块钱可以买一大包好吃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得四五块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降息或者降准印钞之后 带来的一个循环的结果 那么杰匪呢 在这个抢钱的时候啊 看到了这个出纳小姐躺在地上 这个姿态非常不一样 就对她说 我们是劫财 不是劫色 所以说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 他做一件事情 那么就做好本职的 目前呢 特朗普和这个美联储呢 两者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的 就是说二者呢 是有一定的贸易冲突 sorry 是这个利益冲突 但是呢 二者呢 又必须要固守自己的一个岗位 所以说呢 美联储公开表态呢 不会受到太多的政治影响 所以说呢 由此啊 我们看到这以前的市场表现 就是降低了啊 他继续下调利率的一个概率 所以说呢 我们再回到故事本身啊 那么杰匪在成功抢到了钱回去之后呢 有的年轻杰匪说 老大我们数下赚了多少钱 抢多少钱 老大说 哎 数什么数那么多 我们看一下明天早上新闻就知道了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啊 经验啊 很多新人呢 在投资领域不知道的 但是呢 随着我们的阅历增长 那么很多东西呢 我们就自然就知道了 包括在新闻呢 其实很多人想知道 新闻之前我们做出的判断有没有用 包括美联储到底降不降息 我们在此呢 出消息之前判断的 其实呢 很大程度上都是靠猜的 真正的出结果之后 市场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上的走势 所以说我们目前能做的呢 就是静待啊 等到这个正式的消息公布出来 新闻出来之后 我们再做大的这个投资上的一个 这个策略的调整 那么劫匪走后呢 银行行长就说了 我们要报案 那么副行长就说 哎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之前啊 我们挪用公款的这几百万 或者是几千万给补上 多报一点数字 行长非常开心说 当然可以了 结果呢 第二天新闻出来说 劫匪抢了一个亿 但是劫匪数了半天啊 发现只抢了两千万 剩下的八千万都是银行行长赚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大的经济周期里面 我们发现 哎 经济环境不变 但是呢 钱不知道哪去了 你就会发现 钱呢 哎 莫名其妙的 你应该赚这么多实际上是没有的 那么 呃 这个呢 就是政府行为 因为政府呢 每一次印钞啊 其实都降低了居民的一个购买力 那么在未来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澳洲是连续降息 欧洲呢 央行也开始继续 降息或者是印钱 那么美国呢 这一次不太清楚之后的一个表态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啊 或者全球继续降息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呢 正在经历一轮新的这个财富洗礼 举个例子好了 在90年代中国呢 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的银行啊 啊 鼓励居民借贷 甚至借了都不用还 那么在此之后呢 会发现 哎 2000年左右的时候 银行坏账率非常高 比方说一个银行的资产是1000万 那么实际上呢 有100多万的负债 负债这个或者坏账比率啊 接近10% 怎么办呢 央行说 没关系 我印钱给你 我印你 给你9000万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资产规模就到达了一个亿 坏账呢 还是100万 这样的话 坏账比率就从10%降到了1% 所以说呢 玩法是很多的 我之前呢 导师呢跟我讲 他眼中的这个经济啊 其实呢就是一池子水 那么水中呢 我们都是鱼 如果是鱼多了 那么就捞一捞 那么鱼少了呢 就放水养一养 其实呢 经济循环跟我们平时呢 这个 这个在这个老家呀 或者是鱼塘啊 养鱼是差不多的道理 所以说呢 在新的这个财富分配的一个浪潮下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降息的一个机会 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之前做好一定的布局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对GoMarket的支持 那么我们公司的这个地址是在22楼600号 如果大家想要来拜访的话 我们随时欢迎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